我们可以先打开一个数据库的客户端 连接到我们后端应用的数据库 再选择一下数据库 打开数据库里面的WP User Meta这个数据表 搜索一下Meta Key 操作可以选择Contains 搜索的可以是WX下滑线 因为之前网站上面的用户绑定过一个微信账号 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WX下滑线OpenID 还有一个WX Session Key 我们可以先选中这两条数据 把它删除掉 再回到微信的开发者工具 先退出登录 然后再按一下微信登录 那么这次因为服务端那里面 用微信用户的OpenID没有找到对应的网站用户 所以会返回一个404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把用户带到一个能够绑定微信账号的一面 用户可以输入他在网站上面申请的用户名还有密码 如果匹配的话 在服务端那里可以去绑定用户的微信账号 就是去存储一下用户的OpenID 在这个个人单页面请求微信登录的成功回调里面 再添加一个新的情况 如果返回的状态码是404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下WX Navigate Tool 去把用户带到Pages Users Login这个一面 再带上一个Bind的这个参数 把它设置成True 这样在登录页面上我们可以去用这个Bind参数的值去做一下判断 如果它是True的话 我们可以去绑定微信 我们再添加一个Break 打开Login.js 现在页面的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Bind的这个数据 把它设置成False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我们再添加一个Unload的这个生命周期方法 方法呢有一个Options参数 里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Bind 它的值可以去判断一下Options里面的Bind的值 如果它是True的话 就让Bind的这个值等于True 不然的话让Bind的这个值等于False 下面再用一下NAS的SetData去设置一下页面上的Bind的这个数据 登录成功获取到服务段签发的Token以后 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下判断 去看一下页面上的Bind的这个数据是不是True 如果是可以先用一下WXGetUserInfo去获取到微信的用户相关的信息 成功以后会调用Success得到的响应 我们可以叫它UserInfo 如果有这个UserInfo的话 再用一下微信Bind的这个方法去绑定微信账号 在用户的个人大页面上我们定义了这个方法 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可以再找到这个方法 剪切一下 把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之前定义的微信这个模块里面 粘贴过来我们再去简单的去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定义它的方式 下面再导出这个微信Bind 这个方法里面还用了一个API route微信Bind 在文件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下它 定义的值就是微信-ve-bind 回到个人大页面 在文件的一开始导入微信这个模块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里面的微信Bind也拿出来用一下 那么现在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加上this了 再回到login.js 现在文件的一开始我们用一个import 导入微信Bind from上一计目录上一计目录 lips下面的微信 然后找到使用了这个方法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它的一些参数 添加一个user-info 对应的值就是用getuser-info得到的那个响应 我们已经给这个响应起了一个名字 叫user-info 然后再添加一个user-id 对应的值就是response-data下面的user-id 还需要一个token对应的值就是response-data下面的token 登录页面的视图我们再去改进一下 打开这个页面的视图文件 这个提交用的按钮上面的文字 现在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页面数据里面的bind的这个数据的值 如果它是出的话我们就让这个文字变成绑定微信账号 不然的话我们让这个按钮的文字变成登录 下面再回到开发者工具上面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按一下微信登录 当前这个微信用户还没有绑定用户 所以会打开这个登录的页面 让用户输入用户名还有密码 页面上的按钮上面的文字是绑定微信账号 如果登录成功 小程序会再发起一个绑定微信账号的请求 如果登录成功 小程序会再发起一个绑定微信账号的请求 退出一下这个登录 这回我们直接按一下微信登录 服务端的微信登录接口会根据微信用户的openID 找到对应的网站用户 然后给用户签发一个token 让用户登录 再回到数据库的客户端 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刷新一下 这里你可以看到又会多了两条WX前缀的记录 因为刚才有一位用户已经绑定了他的微信账号 这位有点连续的位置 对应该是有点难却的 但是可以从来